星期日夜晚由麻地唐柳火警造成8日死亡 消防署成立專責小組調查起因 下星期一起亦會聯同哭語署展開特別巡查行動 消防署就由麻地唐柳火警成立專責小組 正進行首證調查起因 根據火警蔓延方向 初步相信攝氏單位的門口是起火位置 我們在向廣東道有五名人士 在那裡爬槍出了隔離單位一個棚架 在單位的尾向廚房和廁所方向 有四名人士在廁所窗上跳落後巷 而在火牆裡面救了11名人士出來 總共有20人 即使大家看我們的救援情況 就絕對是證實了 當時的門口是無法使用的 消防署星期一起亦會聯同屋語署展開行動 巡查大約2500棟有60年或以上樓齡的樓宇 有沒有消防問題 如果是鎖上天台門或嚴重阻塞 走火通道令住客有機會在火警時不能逃生 如果我們找到要負責的人 我們會控告他 但如果擺的雜物 例如擺在樓梯又不是那麼多 未去到嚴重阻塞走火通道 我們可能會出張消除火 有人會控制書 叫他把東西收回到單位 他說會調動50對人員進行有關工作 目標在年底之前完成巡查 無線電視記者 廖慧儀報導 多久和英俊電視記者 廖慧儀報導